陳委員長 我們今天來討論這個社會住宅的這個政策的檢討 這個您主管的業務 社會住宅 國家政策的一環 保障沒有辦法在市場機制下安居者的居住權 為居住這一和社會安全網的是最後一道防線 所以住宅法第四條有明定 社會住宅應該提供一定的比例 給經濟跟社會的弱勢 以及未涉及當地卻在該地區就學就業有需求者 這沒問題 我們研究了一下 食物運作面上監察院的調查指出有兩個問題 我們今天來研究第一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說政府將這個申請資格 就社會之外這個申請資格放寬到 百分之五十分位點家庭平均所得者 以致需要照顧的對象太多 反而沒有辦法針對真正的弱勢提供這個 及時的這個補助 那我想請問這個我們次長 就是說你們把這個資格放寬到百分之五十分位點 家庭平均所得點的原因是什麼 報告委員 其實需要幫助的家戶其實所得分為百分之五十以下 他本來就是在整個社會中間到底以下的這個家戶 那實質上來申請的我跟委員報告 我們現在住宅法的規定是百分之三十 至少保障百分之三十給弱勢 那我們在個案執行的狀況底下 大概都有超過一半的房子 是屬於中低收入或有身心障礙等等 特殊境遇家庭是有超過百分之五十 是這樣的狀況 問題是為什麼要是因為你們申請的戶數不夠 所以你們必須要提到提高到百分之五十的這個點嗎 還是說你們的租金定的太高原來的弱勢者租不起 我想都不是 因為其實本來就應該用比較中間水位 這全世界甚至很多國家是不定這個所得標準 那台灣我們覺得說我們現在的數量還是相對的有限 所以我們應該定一個標準 但是如果說我們把它定到 例如說所得分位百分之二十以下 其實很容易又被標籤化變成這是一個貧民窟 所以說我們希望是一個混居的一個社會住宅的結構 所以我們才會建立在百分之五十這個所得分位 好 那我要請問一下齁 這個這個住宅法 這是你們之前這個營建署的這個 你們主管這個法令 第十一條有規定齁 這當初齁 在民國一百零五年齁 這有規定齁 一百零五年十二月二十一二十三號修正條文 施行兩年後兩年內齁 要完成相關租金資料或是價格收集 負擔基準及補貼金的計算方式的建立 您知道這個事情嗎 是 所以換句話說 在施行兩年內應該是在108年的這個 1月11號齁 1月11號就要提出可負擔的計算基準 今天是幾號 包括委員 當然這是在107年底 這個 就要到 就要到 108年的1月11號 因為施行 施行過後 那今天已經是109年的 是 實質上這個內容 發生什麼問題 已經研究好也建立出來 那為什麼到現在沒有 那也跟地方政府往下溝通 實質上跟報告是說 因為在跟地方政府溝通的過程底下 因為做所謂的分級的補貼之後 對於現階段所有被補貼者 他必然會產生一些現象是 有些人因為這樣會增加 這個這是你們跟地方溝通的那個內容齁 你現在我不是在問這個內容 我在問的這個是時間 因為既然法律有明白規定要在去年的1月11號 就要把這個定出來的話 那到現在已經預期一年多 都還沒有定出來 那是不是立法的懈怠 太多 因為縣市政府對於我們 這個定出來的結果 一直有一些擔憂和意見 所以就永遠不 沒有沒有我們持續在檢討 要溝通到哪一個哪一個 所以說我們 111年嗎 我們基本上會盡量在今年把它落實 因為我們實質上會透過不同的配套方式來做處理 當初 那我們這個法有明定啊 住宅法第11條就有規定時間啊 你們釋法與無誤喔 我們不敢 那像比如說我們上次修的這個違老條例不到5月9號嗎 是 那5月9號到了以後 這個所有的民眾啊 依法的話 5月9號到了沒有辦法就沒辦法了 是 那立法院還有去趕快的 我們趕快去修法 去做這個緊急的這個措施嘛 國族計畫法也是來不及就趕快嘛 那你們這個既然已經明明白白規定在108年的1月11號以前 就要訂出這個計算標準的這個計算方式建立啊 你們根本這個自己主管的法令吧 法委員實質上啊 當然就法的落實底下 第一個我們在社會住宅的租金底下 我們已經有落實了 所以如果你們沒有這樣做的話 這個應該是哪個單位要負責啊 當然是我們要負責啊 對啊 所以誰來處罰你們啊 無法可罰的啊 因為我們並不是無作為 我們實際上已經做出來 在跟地方政府持續溝通中 民間一般很多做很多事情 所以說現階段是地方政府對於我們規劃出來的東西 一直有些抗性 所以我們比較難去立刻壓著就全面實施 如果用你這種邏輯去推啊 這種消防像以昨天發生這種消防事故來講 那他們也不是沒作為啊 他們只是時間可能還沒有到還沒有做 有很多理由啦 反正各種理由都有嘛 實際上我們現在租金補貼不斷的在做 其實民眾增加的速度也很在增加 沒關係你給我一個時間吧 因為去年的1月11號 今年的1月11號都到了 已經預期一年了 你們該立的法也沒有做 這個沒有立法懈怠 這不是立法 這就是配套措施 就是沒有相對的行政懈怠 行政懈怠 對吧 這不算立法 這不算行政懈怠 我們盡量在今年底把它完成 今年109年 109年 是 這你在這邊說的 好 那我們往下 那你們既然沒有完成 又沒有完成這個負擔的計算基準 我們蔡總統又提出了一個競選的政見 要擴大租金補貼戶數到12萬戶 然後放寬租金補貼所得標準到最低生活費的2.5倍 在台北市 你看 月薪第42512號就符合標準 那你現在也沒有定出一個標準 可是一直擴大 會不會到時候影響到這種資源的分配啊 那沒有辦法照顧到 應該不至於啦 因為我們擴大的資源了嘛 所以說其實本來該照顧的本來還是會繼續照顧 那反而是說 那有一個標準啊 我舉一個例子來 現在有標準啊 你們的標準啊 我講 看你們的標準 你們的補貼制度我們幫你們整理出來齁 補貼標準很混亂齁 單身婚育租補齁 所得限制是最低生活的2.5倍 一般的齁 不是單身了 單身是2.5倍 一般每人每月是1.5倍 那單身的沒有財產限制 一般的有財產限制齁 包租貸管這個又不一樣齁3.5倍 所以這種標準非常的混亂啊 怎樣 我們先不管包租貸管 單身跟一般的 為什麼又不一樣 包委員其實單身婚育是去年一個個案式的事辦計畫 所以我們今年已經把單身婚育跟一般租補整併成單一計畫 這個兩個已經整併了 標準已經一樣了 就變成是多少呢 2.5倍 就統一變成2.5倍就對了齁 那包租貸管這個為什麼是3.5倍呢 這是新的齁 社會住宅包租貸管 它是社會住宅的那個系統 所以說它跟租金補貸是民間 在外面租房子 它是不一樣的系統 我們找到齁第一個齁 你們的這個行政懈怠齁 就是沒有在應該的時間內 把這個這個補助的這個 這個可負擔這個基準齁弄出來 這個事實上是很不應該的齁 我們有在努力 應該要應該要直接 既然有給時間 不然當初我們你們這個法律的時候 你就可以要求說要再久一點 兩年內做不到 你可以說三年齁 這個大家也是可以公共 但是既然立了你們就應該去做到 第二個你們補貸 當然你們那個 試行過程中 也造成一些混亂 造成很多人在申請的時候 他在算說到底要申請哪一個 比較可能過 或者是哪一個 他的這個標準 補助起來比較高嘛 造成民眾要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比較無所適從啦 這個政府的這個補助標準 還是不要太混亂 不然還是會造成這種 不需要就給補貼 需要的補貼 這個 其實 其實我們就是希望他不要太複雜 所以但是說 用所用能力的差額 那是一個很複雜的系統 所以說我們是在拿捏一個 中間的一個均衡的一個機制 對 那是所以我們會覺得說 你們在這個 最重要的是 你們當初這個住宅法 這個可負擔標準 沒有做出來 那就一直在增加一些補貼數 感覺好像是說 這個 總統要這個選舉的時候 因為開出一些支票 說要多少多少 數字出來 你們就要把這個數字 美化起來 我覺得還是要 回到 就是思考 就是說哪一些人是真正有需要的 這個這個資源的分配 不是後來變成是好像是 弄了一大堆 但是很多人都用不到 或者是用了以後 你看喔 百分之 這個我們看到都市改革組織 這個他給我們的這個 相關的資料 有兩層的核定戶 沒有辦法 不需要補貼 就不需要你給的補貼 補貼有七成五的租金 負擔過於沉重 就 我想這樣的分析 其實他的論證基礎是很薄弱的 你覺得這個 這個民間組織的論證基礎是薄弱 對 因為他們也沒有 他們也沒有人力來制定這個法令 我們還是會跟民間組織 是我們 當然我們會虛心檢討 我們會虛心檢討 繼續的合作 繼續監督你們的這個行政的行為 今年底以前要把這個做出來 好 好 謝謝市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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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